哈喽 麦格 听姐好介绍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 Mount Austin 今天来到 Mount Austin 最好的一个地点小区 也是最靠近宽柔无小的一个双层牌楼区 这一个地点叫做 Austin Residence 今天我们来参观 Austin Residence的这间双层牌楼 最大的卖点就是除了地点 它这边是有四房四侧的 走跟我去屋子里面参观一下 来 我们这一间的话呢 你看我走一个小鞋坡上来 它这一排地势会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我们这一间的话 大门的方向是向这东北的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车房全地砖铺完了 这一个房款好是好在什么 整个车房的位置是没有柱子的 所以你两辆车停进来呢 刚刚好很好停放车辆 我们进去参观客厅的部分 你看这边还有个小台阶在进去 这个房款停姐刚进去看了 它是没有玄关处在里面的 如果是讲你是有拜拜的朋友 这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打掉 然后把你的这个客厅门墙延伸开来 然后这边可以拿来做一个拜拜的玄关处 我看到有邻居也是这样子做 来我们进来看了这个地方 这一边就是我们客厅的空间 所以如果那边墙打掉的话 其实你客厅的沙发这样子摆 非常的够用了 然后这边呢来到就是在它的饭厅的这个位置了 而且你们有注意到吗 这个Austin Resident的双层排楼 其实啊它的ceiling还可以讲是蛮高一下了的 我们接下去往后走 这一边的房款基本上已经是发展商全扩建完了 走过来这边呢来到楼下的客房 这间是房是侧 这一间我们讲用作长辈房或者客房都可以 它的厕所是已经开好门了的 两个门都可以通厕所 一个是从我们的这个长辈房 一个是从厨房的位置可以通去厕所 厕所的话就普通排楼的大小了 然后如果是讲你平时很爱煮饭的朋友 这一个厨房可以拿来再装修一下 上面的壁厨都已经做完它 然后这边你再跟它延伸开来 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厨房了 来我们往后走这一边 你看有一个门打开来 如果是讲要做干式厨房的朋友 这边就做干厨房 这边你可以拿来做私厨房 没有的话呢就可以像之前屋主这样子 这一边水管接一接 这一边拿来放你的洗衣机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楼上 来我们来到二楼 我想到为什么刚刚ceiling还这么高 因为我们二楼爬了楼梯上来 再上两个台阶 来看一下这一间楼上的房间 它楼上是三房三侧哦 每个房间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而且房间非常的好哦 都是方方正正的 我也带你们大概照一照 卫生间的这个尺寸 都是有窗户通风的卫生间 来看楼上的第二间哦 如果是讲真的在找着 Austin的房子的朋友 不要错过这一间它二十层 其实空间感真的超够你们一家四五口了 你看这间房间有一点带长方形 所以你的床可以看要怎样摆 然后窗户采光又很好 然后呢也大概上一下 厕所的大小一样的 不用抢厕所大小哈 我们就走过去看一下它的主人房 会不会很大 去主人房之前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开放式的小厅 如果你要拿来做成小朋友的这个阅读空间 他们的书房的话 可能你可以再做一个门遮起来 或者开放式也可以 这边就放书桌 L型的 两个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在这边 做功课读书都是够用的 来走过来看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喔 采光很好 你看sealing high超高的 这张床架我看起来就是king size 这么大幅摆在这边 旁边还有大概三片砖这样子的空间 然后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边 前面喔 它是有一个阳台的 一个小小的阳台吧 因为门锁起来的 我们就不带你去看的哈 来我们就看一下衣橱的位置放哪里 这边是有位置可以给你放衣橱的 当然床旁边很宽敞也可以再放衣橱 然后主人房的卫生间呢 比刚刚那两节来的大 简单 这一间是完全原装单位 借他全去楼下跟你讲 今天来参观的这一间喔 Mal Austin最好地点 也最靠近宽柔无小的一间双层牌楼区 Austin Resident的双层牌楼区 它的土地面积20层70 后面厨房全部之前喔 发展商都已经跟你们扩建完了 我们这一间呢 房款是四个房间四间厕所 整个Mal Austin都是属于永久地气 然后这一间单位它的大门啊 是向着东北方向的 所以完全没有洗澡的问题 住起来很舒服 这边是一个24小时的保安围离区喔 每个月只需要80块钱马币 物龄呢大概是在10年左右吧 10出年这样子 那屋主的卖价是多少钱呢 如果你熟悉Mal Austin房价的朋友 你知道这一边18层65都已经卖到700多千了 我们这一间房子喔 客厅大大 房间大大 车房大大 20层70 卖价是798千 有兴趣朋友打电话来 麦哥听起来好介绍喔 然后有或者是屋主们啊 你们有不管是Mal Austin 新山的房子啊 有想要出租出售 不管是房子店面工厂地皮 都可以联系麦哥听起来好介绍 有问题打来给我 还有离开的时候不要忘了 帮我点赞关注 也可以帮我把这视频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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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